有的网友说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怎么看我维修三星的硬盘了 其实中途我是有做维修的 只是因为三星的硬盘它修起来比较费时 因此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在后台处理的 或者是夹在其他硬盘的维修过程中一笔带过 那么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批带维修的三星里面挑选一名幸运患者 这个绝对不是什么节目效果 因为这几天陆陆续续还有一些正在送修的路上 就这一块恶修的980pro吧给自己增加一点点维修难度 另外这名网友也说了考虑到它是恶修的性质 我都还没有报价就直接跟我讲 预算5000以内随便修非常的好爽 毕竟里面的资料要紧 虽然能不能干好是个未知数 但有对方这一句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另外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数据无价 有时候虽然对方讲预算不成问题 但是硬盘自身的故障触碰到了目前的一些技术瓶颈 那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恢复的 但我手上的每一块盘都会尽力的尝试 这个可以放心 我们先看一下电流 目前硬盘的电流它是有的 而且看这个电流 它应该都已经开始工作了 现在我尝试短接上机 也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正常它短接以后会识别出一个1GB的分区 另外我接上PC3000检测了一下 它右下角这一个PHY的状态灯没有亮 不过电流倒是正常 证明它这一块硬盘跟电脑之间没有进行过任何的信号交流 造成这种的原因 有可能是主控挂了 或者是主板断线 信号偶尔电容故障等 都有概率触发这一个状态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架之前维修过哪些地方 这个标签之前是撕开过的 主板整体看起来还算完整 这边应该是少了一个电容吧 刚才我找了一块料板进行了对比 这里缺的并不是电容啊 只是外观像电容 这一颗是一个磁珠 之前对方拍照给我看的时候 我就留意到这边是缺件的 其他地方倒是暂时没有看到异常了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们直接把这个缺少的元件给补上 就能轻松秒杀呢 咱们来试一下 之前上架测量到这里 可能觉得这是电容短路 然后就直接把这一个元件给它误干掉了 因为它们长得确实非常像 实际上这个磁珠两端的组织 基本都是小于一欧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可能就是在安装的时候 不小心把它给磕掉了 这种就纯属于意外情况了 事实证明漏是不可能这么容易被捡到的 这个磁珠补完 它依旧是不硬盘的状态 那我们继续回到主线上排查信号故障 硬盘的主控它想要被电脑识别到 前提它得有信号 信号需要经过这前面四组偶合电容 假设主控是正常的话 并且主控到电容这一部分之间 没有存在断线的情况下 就会产生一个0.4V左右的信号电压 反之就可能是这一个电容存在故障了 我们直接来测量一下前面这四个电容就好了 第一个有 第二个也有 第三个也有 第四个也正常 这几个都是PCIe信号的引脚 可以看到电压它们是有的 证明这个主控自身并没有坏 刚才为了保险起见 我又重新确认了一遍电容 偶合电容之间的容值是没啥问题的 反而是电容到接口这边 有一根数据线出现了故障 我们来量一下 从第四根量起 第四根是正常的 第三根也正常 第二根也是正常的 反而是这一边 第一根数据线 我怎么戳它都没有反应 就是这一根数据线到接口这一部分出现断路了 这种就是属于典型的板层断线 像这一种高速信号线补线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补完以后大概率也会被周围干扰 导致硬件无法被识别 而且就算识别出来了 也不能保证其他地方是不是有类似的故障 或者是资料能否正常读取 因此解决方案只有一种 我们把这一整块底板全部给它换掉 料板这边我已经给它准备好了 又花了点时间 我把这个主板给它换好了 咱们再来连机试一下 有反应了 上机直接轻松点亮 虽然说这个恢复资料用不着5000块这么多的预算 但是二修费加上诊断费还有时间成本 再给它打一个折购收它4999应该不过分吧 毕竟这块盘我已经来回找问题 找了有将近一周的时间了 这块盘我已经来回找了